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表现出一种对女主的不在乎 但是内心却是很挣扎的 她是个很纠结的人 那你自己平时是比较果断的女主吗 我也很犹豫 那觉得自己饰演的吗 也够霸气 霸气 还好 我觉得挺傲娇的吧 给自己打几分 及格吧 六十分 那自己平时有在追剧吗 我就快进看我自己的片段 那会开弹幕呢 开 我会点赞赞赞赏我的弹幕 有印象中比较有意思的带路吗 说我忽胖忽瘦 确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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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那剧中笑话最多的戏是哪里 我去林洛景的那个卧室 然后她爸在外面来追她 她躲进来 然后我把她床冬那一场 第一场嘛 拍床冬的戏 就大家都有一些不好意思 对于一出场就被撕掉衣服有什么想说呢 这 我那个时候就是挺胖的 所以啊 腹肌看的不太明显 我是有腹肌的 之前朋友帮你宣传新剧的时候 我还都说你胖了 哈哈哈 是的 那平时和朋友的相处 都是这种相爱相差行吗 大家关系都挺好的 就是在 剧组的时候会互相调侃 尤其宋玉人这里Q她 她本来就性格就是挺大大咧咧的 所以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能接受 1月刹新的与其微军喝不醉 饰演拥有绝对位置的酒瓶界天才 是怎样从喝不了到喝不醉的 也没有到从喝不了吧 只是说当时想到了这个文 哎 哎 喝酒的话 就是我不是特别能喝 但是我是这个敢喝的 但是我会醉的 那你喝醉了是什么样的表现 喝醉了我就淡片了 我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2019年最想解锁什么样的角色 我其实想转型 不想拍太多偶像剧了 就是有可能下一部戏 会是一些比较行征 或者是悬疑之类的 我比较想接这种角色 下面是框架牌环节 如果你穿越到古代 最想做的第一件事 穿越到古代我就知道了很多 我就会变成富豪了呀 一个国家选一个朝代印象选 唐朝吧 因为唐朝比较繁华 被粉丝叫东胖内心的欧爱 没什么挺真实的 孤单 自己最确实做的特别是 爱自由 下面是粉丝提问 日冕日清 请问俊俊可以从王爷的那句纯女人 瞬间切换成撒娇小奶狗吗 想看俊俊反差吗 纯女人 撒娇小奶狗怎么表现 忘忘忘忘忘忘 吃掉俊俊的100种方法 如果能穿越想穿越到哪个游戏玩呢 我想穿越到魔术世界 因为大学的时候经常玩 我是国府很厉害的玩家 魅鬼的翻 请问龚俊 爵士千斤拍了多少场吻戏 我估计有 五六七八吧 挺多的 大概不记得了 啊 不是 刚沙庭的内部简直是 要了我的命 那真的是数不尽的吻戏 因为他们得交换味觉 所以 嗯 大家都知道了 彩虹屁了是吗 乖小软呀 你白皙的皮肤泛着粉嫩嫩的红 长长的睫毛像精灵的翅膀划过漆黑的夜空 灵动又明亮的眼睛如闪耀的星海 精灵的嘴唇带着浅浅的笑衣 挺拔的鼻梁像高加索山脉的弧度 他们在写论文吗 浓密的眉毛如热带丛林郁郁葱葱 每一根发丝仿佛运出淡淡的芬芳 微粗的猴姐是小石坛中水落而石出的青石 哎哟 这毒的我都颤抖了 胆牙 龚俊是我的心 我的肝 我的四分之三 一记红尘非紫笑 见不着龚俊 我睡不着觉 每天让我起床的不是我妈 是打开电脑才能欣赏到 龚俊大平美颜的动力 每天这样看着我 不会 胜得慌吗 用四分号给大家送一句新年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在新年一年 祝大家恭喜发财 为了输入鱼 就是发财都很损心 顺利 嗯